中共六日官方报道 发布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的消息 从公布的罪名上来看 中共当局给周永康定了五项重罪 远超薄熙来徐才厚 但是周永康政变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仍旧没有被提及 近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相比之前落马的薄熙来和徐才厚 周永康五项重罪加深远超薄熙来徐才厚 薄熙来当年被指受贿污满用职权 而徐才厚是收受巨额贿赂等 徐才厚虽然尚未判决 但是薄熙来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外界预料周永康所面临的法律判决将是重刑 2013年总部设在纽约的追查 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公告了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 其中一个录音显示 李昌春亲口说 周永康具体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 中种证据不但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也表明了这项罪行是由江泽民发动指挥 而周永康薄熙来以及庞大的江派集团都参与其中 根据加拿大前亚太斯司长 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迈塔斯 于2006年7月6日向国际社会公布的 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显示 有6.5万法轮功学员涉嫌被活摘了器官 报告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实存在的 使这星球上千所未有的邪恶 如果你按照到中国人的领域 升级的领域 和你 compare它起来的起来的 起来的起来的起来的起来 起来的起来在1999 在1999上的起来 差不多相应相似的 是估计的 2万法轮功学员被判据 及被判据了 在1999上的起来的起来的起来 在1999上的起来 又是很紧张的起来的 中国的处理是 那些中国人的处理是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